我們看這個二四五題 他說如右途所示 燈泡L1跟L2都正常發光 忽然燈泡L2變暗了 而燈泡L1卻變亮了 是判斷電路中什麼地方出現的故障 假設故障處僅有一處 且為電阻器斷開 就是說故障的是這三個部分 可能的故障是這三個部分 那AV兩端的電壓不變 我們先來看看 如果是R3故障的話 這個系統不會受影響 因為這個電位都是固定的 這兩點對位跟這個電池的電位是一樣的 這個斷開的話不會影響這裡 所以不會變 所以R3不是 我們來看R1 R1的話如果是斷開的話 我們現在把電阻 把這整個看成是一個電阻 把這個看成一個電阻 那麼這個電位降 跟什麼 跟這個電阻的大小成正比 跟電阻的大小成正比 好 那我假設如果它是故障的話 那它故障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電阻就變大 為什麼 因為電阻並列以後 電阻會變小 那這個如果是斷掉了 那剩下它的電阻 這整個電阻就比原來大 原來是整個 那斷掉以後變成這個 所以它這個 這兩點間的這個電阻變大 變大了以後 所以它這個電位升高了 這V1它是升高了 那V1升高的話 我這V1就是斷掉之前跟斷交之後來比較 斷掉之後的那個電位升高了 所以通過這裡的電流就增加了 所以這個變量也沒錯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一組的話 它因為這兩端的電壓升高了 所以這兩端的電壓就會降低 那這兩端的電壓降低的話 整個的電阻是沒有變的 所以它總功率也是降低 為什麼 因為它的P是等於R跟V平常 我所謂的R是整個R 整個R是沒有變的 但是這兩端的電壓下降 所以這整個的功率下降 整個功率下降代表這個也是跟著下降 兩個都會跟著下降 所以這個變暗了 它是變量的 所以答案是R1 它是壞掉的 如果R2壞掉的話 那結果剛好是電頭過來 所以這一集的話 答案應該是R1壞掉 所以答案前R1 R1壞掉 是R1 2 3 4 6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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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